謝謝主席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今天發言的主題就是 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 是否應該就所管治的範疇承擔政治責任呢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經指出 服務的精神是執政權基本的因素 服務精神加上必要的能力和效率 能使公務生活中的人的工作 成為有得的或超越批評的 為達到這一點必須決心克服一切誘惑 如不忠和虛偽浪費公帑 逃利少數人和特殊人物 以非法和曖昧的方法 不擇手段地爭取維持和增加權力 基督信友平信圖勸喻第四十二節 凡義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目的獻章 第七十五節中亦都指出 誰有或可能有資格擔任這困難而極其成功的政治工作者 應擅自準備並以公而忘私及不逃賄賂的精神 努力執行其任務 他們應以完整的品格及智慧和那不仁不義及高壓作風相鬥爭 和那一人或一黨專政及不能容物等落勢力周旋 並應以誠實公平乃至人愛勇勵獻身於公共福利 再看特區的情況 如果我們分析某些主要官員的工作 可以看到他們不太將政治理解為一種主動解決市民問題的需要 而是將它視為一份簡單的職業 這些欠缺民主政黨性的主要官員中 某些是基友情而不是基政職而被選擇的 他們為了保住職位和權力 用盡一切卸責的手段和方法 來掩飾自己的無能和平庸 他們以自己的職位作為盾牌 盡可能地將責任推到部門局長的身上 這些主要官員不認為政治主要是一門決策的藝術 需要能力和裁幹來作出英明的決定 需要對政治責任具有高度的認知 認識到即使沒有直接參與最後決定 責任仍然存在 主要官員一方面有責任從事各種各樣 屬於它管核範疇的活動 例如公共行政、法律現代化、公共衛生、經濟社會等等領域的活動 但另一方面就進行製造研究的遊戲和假的公開諮詢 最終必導致出現謊言和錯誤的決定 那些被委託進行研究 以及為政府提供財貨和牢牧的幸福受惠者 就在人前曬命 完全無意隱藏自己的短處 更加是記得內幕消息和從影響力中得到好處 不以為此 不作隱瞞 這個是一片肥田 某些主要官員更不斷地握傻霸網 來到忘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至此理論上政府是扮演著定定滿足社會期望的公共政策的角色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以最高負責人的身份解決市民的問題 例如房屋、健康、交通、教育、維修、環保等等 和市民息息相關的一些主要問題 即是說主要官員是所有書面或者口頭決定的主要負責人 不論所作出的決定是因應市民的要求而採取的措施 或是涉及任何計劃項目又或者工程 絕對不能夠接受的就是每當初的問題就裝作和它無關 而且將責任推向它下屬去承擔 主要官員理應對最簡單的政治學手冊有所認識 當中教授我們管治者需要有勇氣承擔 與民生有關的政策 不論這個政策成功或者失敗 明知主要官員經負著對社會和市民負責的任務 包括盡可能拼取他們的訴求 並且將它轉達到相關的局長 以便局長在得到司長的許可下執行所作出的決定 但現在的情況就剛好跟所指出的相反了 越來越多的局長被迫成為所屬司長的代罪高揚 到底我們的一些主要官員在做什麼呢 對於某些主要官員所做的事情 普通市民已經不理了 對於主要官員我們有什麼期待 或者應該有什麼期待呢 為什麼主要官員一直以來幾乎都不需要按照 第112齊必2010號行政命令核准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知 第14條第一款規定 向行政長官去負這個政治責任呢 例如說就公共基建又不斷地揮霍公統 難道不需要負責呢 為什麼第2世邪撇2010號行政法規 被市民視為垂死的法規呢 一名歐洲著名的哲學家曾經說過 在現實中逆行的所謂民主社會的管治者 往往會忽略公民忽略社會 其唯一所關注的是保持其職業及權力 如果我是關心社會和公民的共同利益 主要官員應該是在定定和執行影響民生的 決定的過程中以適當的方式 將相關的訊息公開宣佈的 任何的決定都領應符合市民的基本願望 以瑞典管治的方式為例 這個國家是投放了大量資源在教育質素上的 創意思維 創新空間和條件 創意公民正當享有資訊自由的原則 媒體享有獲取信息的自由 以及獲取與官方決定有關的行政程序中的記錄 官方文件等等的資料 瑞典政府採用透明的機制 容許它的公民清楚地知道 以及了解與公民整體利益有關的事項 同時也能夠更好地理解管治者的工作 以及所作出的決定的理由 這個重要的公共監察機制 是建基於管治者的民主正當性 以及政府實際的透明度上 從而減低濫權和腐敗的風險 瑞典公民有權獲取官方文件 就意味著公務員和其他公共部門工作人員 是可以自由地把信息告知公民和傳媒的 最後 瑞典並沒有因為這些公民和傳媒的基本權利 而損害到它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先進的國家 而且是一個有著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羨慕生活質素的地方 多謝